这位深圳业主说,现在是晚上十点,我现在在深圳市福田中心区黄浦雅院的小区外面,今天呢,一个房子一个小时之内来了二十匹客户,上百个中介因为出来一套超级划算的房子,黄浦雅院一期,一百零七平米,三房两位的房子,虽然是一楼层西北巷,指导价是九百六十万元左右,业主直接七百九十九万一口价。 这个房子如果在高峰期成交,价格应该是一千二百八十万元,真的是划算到家了,所以有很多客户来看房,真的现在业主卖房太卷了,这样的市场,作为深圳的业主,真的替他们心疼。 随着房企的陆续暴雷,房价成为了中国持续性热议话题。 在暴雷事件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处于低迷状态,连带着多行业乃至中国经济都出现了巨大的问题。 当局政府为了刺激中国楼市重回巅峰,在今年九月份推出了不少刺激房市的政策。 其中,上海市推出了认房不认贷等系列政策,并放松了对楼市的调控。 所谓认房不认贷,即不论是否有过贷款,只要目前名下没有房产,均可以按手套按揭贷款享受首付比例和利率优惠。 从认房又认贷,到认房不认贷,体现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巨大变化。 在这些政策的刺激下,二手房交易也一度出现攀升的状况,短期内出现了一波存量需求释放。 九月份,上海一二手房交易量出现了一波成交的小高峰,但好景不长。 进入十月份后,二手房的热度迅速消退,上海外围区域的项目热度出现明显下降趋势,平均去化率已降至45%。 同时,上海二手房交易量也呈现下滑趋势,原价800万的房子减价近200万求售。 整个十月份,上海二手房的成交量大跌近20%。 据上海中原地产的数据显示,今年十月份,上海二手房成交套数为1.5万余套,存量住宅的成交套数约1.3万套左右,再次低于上海二手房1.5万套交易量的融枯线。 该数据显示,当局的政策效应持续时间短,购房者冷静,速度快,市场迅速冷却,二手房市场并没有真正回暖,市场的情绪还远没有完全触底。 由于一系列的宽松政策所产生的刺激效应,已经逐步消化殆尽,二手房进入博弈区,许多房源出现大量降价竞争的状况。 有中介向媒体表示,当前的环境下许多房源出现降价竞争是正常的,他认为,现在的市场,每一套出货房源都是在以价换量,有些局于出手的卖家,由于找不到买家,会主动下调房价几十万元。 资深房产中介张宏超向媒体透露,二手房价格实在杀得太狠了,买家都是照着原价的20%来砍价。 他表示,近期几乎所有的二手房都是低于市场价成交,二手房砍价基本都是20万元起,有的房子卖了整整一年,期间经历多次降价,依然无人问津。 王华曾于2016年买入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去年10月份,他所在的小区成交单价一度达到6.6万元人民币每平方米,成交量接近600万元。 今年,王华的这套房子以51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不到6年的时间,算上这几年的房贷利息,王华几乎将当年买房的首付全亏了。 上海市民张某从今年3月开始,把名下一套位于敏航梅龙板块的房子挂牌出售。 最初挂牌价340万元,几乎没有客户上门看房。 半年之后,张某一咬牙,直接将价格打到300万才成交,价格已是远远低于该板块的成交均价。 还有同属敏航区的另一个大降价的案例,敏航浦江镇某小区的一套房,2022年挂牌800万,一年多来仍然无法成交。 中介建议卖家把价格调到600万,但这个价位已经远低于房主的底线价格。 经过中介的反复劝说,最后把价格定在了620万,再附加一个车位才吸引到买家。 受政策影响,上海学区房的房价也已然悄悄下滑,位于陆家嘴边的世纪大道区域的学区房挂牌价已经下调,而实际成交价格还要低于挂牌价格,已经低至每平米10万元以下。 房产中介我爱我家门店的中介张丽萍对媒体表示,目前美元四街坊的挂牌价格已经跌至95700元每平方米左右, 因这个小区紧临世纪大道地铁站,商场,所以房价还算坚挺,但和之前17-18万元每平方米的单价相比,总价下跌300万元已经很常见了。 张丽萍说,价格得会2019年了。 上海链家的一名研究员的工作人员认为,从目前上海链家公布的近几周客户看房的数量来看,热度依然维持在8月份的水平,他推荐的几套房源的挂牌价格全部低于链家的核验参考价约60万,而且如果房东着急卖,大约能再降20-30万。 从11月9日,上海链家研究院的监控数据中,我们也能看出端倪。 据数据显示,10月份上海市共成交二手房1.33万套,环比下降13%,同比下降19%,成交金额为442亿元,环比下降18%,同比也是下降18%. 目前上海市二手房销售热度大幅下降的同时,价格也已经下降到了2019年左右的水平。 对此情况,房东们也都愿意降价来快速出售房产,但大多数买家,仍然认为此时的房价并没有探底,因此并不会轻易地选择入市。 上海政府实施的新政,认房不认贷,虽利好于改善客户群,增加了市场挂牌量,但在市场供应增加的情况下,购房者因此有了更多的选择。 卖家只能通过降价完成置换,否则难以吸引买家。 政策利好因此变成了踩踏实利空,新房市场的处罚积分和认筹机制已经逐渐淡出,该政策对于短暂刺激市场增长或许有所作用。 但从根本来看,并没有撼动不断下滑的楼市。 中共当局刺激购房政策还带了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变化,随着市场挂牌量增加,买家有了更多选择的同时,越来越多的房子卖不出去,因此租赁并成为了房东们的最佳选择。 但更多的租赁房屋涌入租赁市场,也让越来越多的房东找不到租客,成为租金净价的导火所。 上海的房子现在往外租都更难了,在房屋租赁市场中,受影响最大的当属高端租赁市场。 有媒体通过咨询链家门店和采访了几十个房屋中介的结论得出, 今年月租金一万以上的单子,相比去年少了一半有余。 其实一万以上的租赁单对于很多中外环板块已经是天花板,很多中介一两个月都开不了这样一单。 根据图中的统计,我们可得知,14个区的32个板块中,56%板块的中介开单量比去年同期下降25%以上,也就是四分之一。 10%板块开单量可以说比去年同期少掉40%以上,接近一半,而且越是上海的精进核心位置,开单量就越少。 一位上海中远两万城的房屋中介向媒体透露说,自己目前已经躺平,只要勉强保持生存就行。 他周围业绩比较好的同事们,现在跑客户的时间少了很多,因为没有客户, 并于链家中介这个10月租赁单放一起差不多十来套,这个量是以往的七成, 去年这个时候也是市场淡季,但是今年更淡,中介边说边摇头,真的差,不是一般的差。 越来越多的贵房子租不掉,成交周期也在拉长,租不掉的房子形成羁压, 所以租赁存量也多得超出中介想象。 上海中原两万城的挂牌量到了80多套,往年正常水平在60到65套上下, 房源租不出去,还有因为价格走地卖不出去而住宅转成租赁的库存,也在逐渐增加。 市场中供大于求,因此房屋租赁价格的下滑也成了情理之中。 从图片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今年的房屋租赁价格相比于往年有着十分明显的下滑, 所有板块普遍下降5%以上,只有个别地区的租赁价格下降控制在了5%以内。 对于高端市场五个点的跌幅,已经算是重要的节点, 8%到10%的跌幅就是代表出事了的标准, 而接近于20%的降幅就相当于日子过不下去了的标准。 除了上海,深圳房价也出现了踩踏式崩跌。 近日,中国业界人士在网络上发表一篇, 名为《深圳房价开始踩踏》的热门文章。 文章开篇提及,深圳的房价出现了较大的下跌, 给市场带来相当巨大的震动。 为了佐证这一消息, 该文章列举了多个区域的房价大幅下跌的情况。 如,保安中心区的花样年华郡, 房价从420万跌到了现在的185万, 跌幅高达55%以上。 保安中心区另一处,金鸿砍玄城, 从约1079万元跌到665万元, 跌幅达38%。 另外,南山科技园一带降幅34%, 福田区八卦岭一带降幅达51%, 罗湖区步兴一带跌幅37%, 龙华区梅林关一带跌幅46%等等。 这些地区都曾是深圳寸土寸进的中心地带, 如今,房价却下跌如此大的幅度,令人唏嘘。 除了列举楼市下降的例子之外, 文章还指出,深圳房价下跌的幅度大, 令对市场造成了较大的冲击。 不同区域的房价都出现了较大的跌幅, 普遍下跌三分之一到五成左右。 这些变化对于购房者和投资者来说, 都是十分重要的变化, 因为他们可能需要重新评估他们的投资和购房策略。 文章最后提到, 无论如何, 深圳的房价下跌对于市场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 将引起人们对房市变化和未来走势的关注。 投资者和购房者应密切关注市场动态, 谨慎评估风险和机会。 此文章在11月8日出现在大陆网络上后, 一度被网易等平台转载并快速流传, 引起大陆网友热议。 但也由于该文章所写的内容触及到了中共政府的底线, 讲了很多真话, 而被封禁, 无法继续阅读该篇文章的内容。 由此, 很多人认为, 一线城市深圳的房价出现大崩跌, 应该是真实的情况, 而其他城市的房价也可以想见。 不少已经购房的屋主则感叹不已, 直言资产大缩水。 所以说, 这一系列房地产新政策, 不但没有带动经济增长, 反而让消费者们手中的财富缩水更加严重。 其中, 今年9月1号颁布的 《关于规划建设保证型住宅的指导性意见》, 又称14号文件也因此受到严重质疑。 有趣的是, 14号文件颁布后并没有被广泛告知, 而只将消息传达给了各地方政府, 直到10月26日, 才有相关消息被陆媒经济观察网披露出来。 该政策有两大目标, 一是在大城市加大保证型住房建设和总供给比例, 二是让改善性住房, 即所谓的商品住房回归商品属性, 限制其金融投资性。 简单来说, 就是将暴雷房企的部分剩余库存, 变为保障性住房提供给需要的人居住, 而市面上流通的商品房要限制其被炒房的可能性, 限制对房产的金融投资。 14号文件内容看似为了解决居住需求和高房价的矛盾, 也顺带盘活了爆雷房企剩余的库存。 但有专业人士分析认为, 新房改政策提出的口号很美好, 但盲目且脱离现实, 在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岌岌可危之际被推出, 将导致中国房地产市场全面崩溃。 时事评论人士文昭在其节目中曾表示, 新房改政策将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 文昭说, 在整个房地产市场萧条的当下, 开发商期待政府能够在房地产债务 波及到银行金融系统之际开放限价控制, 开发商如此才可以自由地打折销售, 吸引刚需者入市购房, 消化库存, 实现现金回笼, 逃过当前的房地产危机。 文昭还认为, 如果政府将破产开发商的库存房征收后, 作为保障房低价卖给刚需者, 那在当前房地产市场公大于求的现实之下, 廉价保障房将抢整大量刚需者, 相当于切断了开发商的唯一生路, 最终房地产会全面暴雷, 引爆中国的金融危机。 随着14号文件颁布, 在认房不认带的政策下的购房者都是高位接盘, 被认为是遭当局愚弄收割的最后一批韭菜。 北美投资顾问麦克森也对媒体表示, 正常的房地产市场, 需要具备居住和投资的双重属性, 但是新房改政策限制投资, 这就失去了正常的市场投资和买卖环境, 住房就是一堆钢筋混凝土。 他认为,过去二十多年, 中国人的财富大多数都来自房地产, 新房改意味着, 今后这种财富累积方式不会再有, 曾经积累的财富也面临大幅度缩水, 甚至崩塌。 麦克森还质疑修建庞大保障房的资金来源, 他说, 成建市场占比六成的保障性住房, 目前地方财政困难重重, 负债累累, 其资金来源是个大问题。 可以说, 目前中国的房地产已经千疮百孔, 纵使中共当局想要弥补漏洞, 也不过是亡羊补牢。 房地产和中国经济的崩塌, 真的是时间问题了。 人给查看小ega学, 圆地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